抱少抱家当 怀中还抱着孩子 数以百计的加萨难民 不肯相信以色列往南撤离 多好的说法 宁愿卡在埃及交界处的飞地 拉法关卡 等待大门一开 伺机而动 冲入埃及 尽管埃及以色列都同意开放 连接加萨南部的拉法边境关卡 允许二十辆载有人道援助的货车 能借此进入 被以色列封锁超过一周的加萨 但确切开放时间 仍是未知最快周五实现 目前还有上百辆援助卡车 正在关卡出入口等待 另外官方表明只有物资放行 难民可不在此列 由于拉法关卡是能进出加萨走廊 且不受以色列控制的唯一通道 因此成为无数难民唯一希望 但以色列连日来对这处关卡进行空袭 拉法关卡已从十号开始关闭至今 如今拜登才刚公布物资放行 以色列近随即在当地时间十八号到十九号清晨 持续对加萨发动多次空袭 包含拉法在内也遭到两次轰炸 更传出至少二十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 目前唯一指望是埃及总统府发出的声明 预计相关部门将在联合国监督下 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合作 确保援助物资抵达 至少让难民能在加萨境内 拿到物资存活 但后续出路 恐怕还得再等各方协商 下期新闻也欢迎报道